为了关心泰昌国小弱势学子4号校午 吴重庭、吴荣之代表泰昌国小第26届全体毕业生 募资有66000元的捐款 在县远吴建制泰昌村长见证之下捐赠给学校 抛砖引玉让学生感受到学长学姐的温暖 泰昌国小26届同学会全体校园们日前前往校园内大区来联络情感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开心回到学生时期的校园 放红了老照片一期会看到学生们时期快乐的时光 为了回馈校园的学弟学妹们 校园们并同来募资66000元的经费 有校园会吴重庭和吴荣之代代表资政给泰昌国小给温暖的回馈 这次在中秋节我们26届的毕业生举办了一个同学会 所有同学回到了母校来看看整个学校的环境 跟以前38年前都已经完全不同了 整个设备环境都非常的好 这次我们举办同学会的同时 大家也捐助了款项 募捐集资了66000元来帮助我们泰昌国小较为弱势的儿童 帮助他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精进 泰昌国小校长吴昌伟则是代表校方来表达感谢 那他们开同学会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 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其实都有一些经济基础 他们希望能够就是拉拔自己之后的学弟妹 所以他们就有人发情 然后就捐助了这一笔钱 那这笔钱我们会用来帮助学校低收跟中低收的学生 希望他们在求学的时候不用担心 然后更知道其实有一些人 不只社会上他们一些人 包括他们学长姐 这么样的关心他们 希望他们好好的努力 然后往自己人生的目标迈进 未来然后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也能够把这个善 这个爱心做一个永续的循环 未来他们也可以去拉拔 协助他们未来的泰昌国小的学弟妹 有需要的学生 包括先言武建制 泰昌村长秋药会也一同来见证捐证的活动 武昌宁表示 现在可以说是失业有成了 能够有机会回馈学弟学妹们 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无限的温暖 记得祝你接下来